今天是10月21号星期五 欢迎收看新闻抢先报 我是借琳 新闻一开始来说一则败家子 欠下阿龙拒款后完失踪 连累年迈双亲被阿龙恐吓追债的新闻 这名罗里斯基在父母为他贷还10万令吉债务后 依旧死心不改再度借钱 结果引来阿龙出动锁门 恐吓泼妻和烧屋等暴力士追债手段 而饱受惊吓的双亲 如今忍痛宣布和儿子脱离关系 希望阿龙放过良老 47岁的欠债者乌志伟 他84岁和71岁的父母 今天通过马华公共服务及投诉部主任张天赐召开记者会 声明和儿子脱离关系 希望阿龙不要再上门骚扰 女施主说大儿子今年9月告知家人要到外地工作后 离家至今音讯全无 而媳妇也已带着两名9岁和7岁的孩子离家 他痛心指出 儿子今年连续三次 总共借贷了10万令吉 家人已经帮他还清 没想到又第四次借贷 这一次的数额不详 他说大儿龙曾在本月12号下午 带着大铁链来锁他和隔壁邻居的家门 后来他们只能向人求助 剪断铁链 这段期间 阿龙也不断骚扰 恐吓说要泼漆和放火烧屋子 女士主说 家人已经在本月4号到警局报案 另一方面 一名22岁华裔青年张凯亮 因为物交损友花天酒地 三年前开始向大儿龙借贷3万令吉 60岁的母亲黄女士带还后 她还是死心不改 今年再向两组大儿龙 借贷1万2千令吉 黄女士说 大儿龙为了追债 还不时到家中骚扰她和女儿 张凯亮他要欠你们的钱 现在已经是第三次了 所以说你去找他好了 你们不好找我家女 他来恐吓我的女儿 他来我家女问 你的女儿也是在家吗 你们不好这样子而已 对我的女儿打什么主意 黄女士深怕阿龙对女儿不利 才铁下心肠要和屡屡欠债的儿子脱离关系 另外根据张天赐 2022年初至今 她已经接获220宗向大儿龙借贷被恐吓的投报 借贷金额总数高达2600万令吉 其中华裔就占有182宗 占了当中的超过八成案件 镜头转到霹雳仪宝 一名华裔妇女14年前为了老来有个伴领养了一名四个月大的女婴 不料两年前为养女申请大马卡时 竟被告知她的报生纸出了问题 经调查后 在今年2月获知报生纸已经被列入黑名单 让她震惊不已 53岁的侍主谢韵梅 非常担心孩子未来的前程受影响 希望透过记者会 帮助14岁的养女谢润怡申请到大马卡 随着大选提名日和投票日宣布 第15届全国大选的战股正式敲响 西蒙昨晚在霹雳州举行造势大会 并推选公正党主席安华为西蒙的首相人选 而安华也当场宣布 他将转战霹雳州上阵打门国会选区 安华昨晚在医保会展中心 出席2022年希望联盟全国代表大会后指出 他不会挑选一个容易胜出的安全区竞选 而是选择了打门 这一个具有挑战的国席竞选 就在安华宣布后 打门援任国会议员阿莫菲莎 今天就发布短片 回应并嘲讽安华是外来者 西蒙昨晚也在各成员党 达至共识下推举安华为西蒙首相人选 大会也宣布西蒙竞选吉祥物为林陆佳哥 也就是Sankancho Diago 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也说 西蒙已经决定在第15届全国大选 使用西蒙标志来竞选 另一方面 前首相兼祖国行动阵线主席 敦马哈迪称 为了大选 他可以和西日政敌 也就是安华合作 甚至能放低姿态 率先向对方伸出橄榄枝 以寻求合作机会 马哈迪说 他已经准备好和安华会面 他相信安华有和他一样的想法 马华方面 该党内部已经完成议席分配谈判 目前只需要等待党主席 为家祥做进一步安排 马华总秘书张盛文说 马华议席分配合 确定上阵候选人事宜 也需要等国阵主席阿莫扎西点头 至于东马选情 行动党沙州主席张建仁披露 沙州行动党会在本届大选 上阵八个国席 并坚实使用火箭标志上阵 现在先进入一则商业资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邻国新加坡因为Omicron新亚变种XBB来袭 导致确诊数据飙升 甚至去到单日万宗 而只有依水之隔的马来西亚 虽然近日的数据还是游走在千多两千宗之间 但是卫生部看守部长凯里说 国内已经出现了这个XBB变种病毒 并有引发的小疫情潮 相信国内的确诊病例会在未来的数周内有所增加 凯里说 他会在下周召开记者会仔细说明这波疫情 他说 庆幸的是这波疫情到目前为止 没有导致住院率以及死亡率增加 他也说 目前情况下 大马还没有需要到重新实施口罩令的地步 寻求卫生部会不会在大选期间增加任何防疫措施 他说虽然确诊病例会因为XBB杀到而增加 但目前形势仍受控 因此不会在大选时实施任何措施 不过卫生部也会确保大选期间的公共卫生安全 换个焦点 善良青年在拯救流浪猫后 经营的网卖收入突然大大提升 着实体验了所谓的好犀牛好报 MSTAR报导 原本已经饲养五只猫的青年阿扎 不久前在路边救下另一只一被车撞伤的小猫 最后变成了收养该小猫 阿扎把救下流浪猫的过程拍成视频 并上载到社交媒体 结果原本经营猫粮网卖的他 销售量也突然增加 另外还获得商家邀请合作 收入也因此增加 来跟进日前发生的两摩多相撞 妻死夫伤车祸的进展 目前在槟城中央医院嫁后病房治疗中的丈夫刘荣顺 情况不乐观 医生更是嘱咐家属要做好心理准备 儿子刘卓妇难过喊话 希望车祸目击者站出来 提供情报或行车记录仪 以还原车祸的事发经过 他不希望母亲就这样死得不明不白 40岁的电照车司机刘卓妇金武在桑府受访时说 当时58岁的母亲李碧华被撞飞跌落到距离摩多十公尺远 撞击冲力可想而知 他明白人死不能复生 但还是想了解车祸经过 求个明白 至于61岁的父亲刘荣顺 他的肋骨、手臂、腰骨以及右脚脚踝都骨折 肺部也受到重创 如今呼吸困难 医生指父亲需要靠马飞减缓痛楚 等病情稳定才能动手术 死者目前在打枪部组屋卫生所治丧 周日早上11点举病 依旧至八都眼东火化场火化 前天下午2点多 华裔夫妇两人共乘摩多外出时 和一辆抄在两名中学生的摩多发生碰撞 妻子当场伤重毕命 夫妇因此阴阳相隔 换个焦点 雪州在短短11天内竟然发生两宗火烧车 以及发现交尸案 即本月10号在蒲种金鸾镇发生的案件后 雪州消整局今天再接获火烧车投报 赶到现场面火后 同样在轿车司机座位发现一具交尸 警方事后调查发现死者是一名七十多岁的男子 这起事件是在今天清晨五点半 发生在雪州因打倒肝绑双溪冰榔的沙巴都路 巴生北区警区主任 威在野助理总监披露 根据初步调查 死者全身由约七成被烈火烧毁 进一步调查证实他是当场死亡 警方暂时以猝死角度展开调查 并会解剖遗体以了解真正死因 雪州消整局还在调查事件的起火原因 镜头转到吉隆坡 龙市拿督哈兹尤索夫路的三楼电污单位 在今天凌晨约1点31分遭遇火灾 消整员赶到现场面火后 救出三名受困的男子 根据吉隆坡消整局 消整员以激进灭火方式 从电污外灭火 并在凌晨1点52分完全控制火势 其中电污的两间房间被烈火百分百烧毁 现在进入一则科技产品资讯 道具揭晓专位玩家打造的 Ultra Gear显示器系列 结合高性能功能和高清画面 游戏体验再升级 我的48-inch LG Ultra Gear Gaming Monitor 是黑色黑色是黑色色 採用AMD FreeSIM技术 拥有高速响应时间 OLED技术呈现丰富鲜艳的色彩和高对比度画面 绝对是电脑游戏和游戏机玩家的首选 LG也在推荐以上设立游戏互动环节 让出席者抢先体验LG UltraGear系列的迷人魅力 中国报诚心会采访报导 早前才重申不会辞职的特拉斯 任向45天以来还是无法扭转局势 结果昨天狼狈宣布下台 成为英国史上任期最短的首相 而随着他的辞职 执政保守党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党魁选举 这意味着英国最快能在下周一 也就是24号迎来新首相 据了解 保守党新党魁参选人提名流程将在24号结束 如果到时只有一个人获得100位党籍国会议员支持的门槛 那么他将自动成为新一任英国首相 另外根据保守党国会议员的发言以及民调结果判断 目前前首相约翰逊以及前财长苏纳克是新党魁的两大任门人选 换个焦点 中国严防新冠疫情抓紧入境隔离措施 外媒报道官方研究要缩短入境隔离天数 不过业内人士认为防疫仍然是第一优先 北京是否缩短入境隔离天数 恐怕也必须看农历春节后的疫情发展情势才能定夺 由于北京疫情持续反弹 周六也就是22号的20大闭幕会和23号的常委见面会 防疫措施将升级 出席人员需要在周五和周六里一天做两次核酸检测 积满四张认证贴纸才能入场 另外中国阶段性建成的世界首个电磁推进地面超高速试验设施 电磁锹设施近日在山东济南成功运行 这项设施可令蹲级以及以上物体 最高推进速度达到每个小时1030公里 创造了大质量超高速电磁推进技术的世界最高速记录 而在伊朗 一名17岁少年在第二大城市 麦什赫德的一场反政府抗议活动中不幸丧命 而他的死因竟是被国家军队近距离枪杀 微报报导 少年的死亡证明显示 他死于散弹弹药造成的肝顺损伤 医生更估计 他在10月8号被击中时 距离枪口不到一公尺 来关注国内的新冠疫情相关数据 最近在英国利物浦海边的一条艺术小径上 有着令人羡慕的户外灯光画廊 民众可以在傍晚到晚上的时段 欣赏到沿路的十件多媒体艺术品 其中就包括了激光秀 还有能互动的雕塑等等 新闻的最后 带您到现场感受灯光和艺术品结合下 带来的视觉响宴 我是建林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